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色拉祷告 认罪 哭泣 复复在神殿前的时候 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色拉那里 成了大会 众民无不痛哭 属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释迦尼对以色拉说 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 干犯了我们的神 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 现在当于我们的神立约 休这一切的期 离绝他们所生的 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 按律法而行 你起来 这是你当办的事 我们必帮助你 你当奋勉而行 以色拉便起来 使祭司长和立位人 并以色列众人启示说 必照这话去行 他们就起了事 以色拉从神殿前起来 进入以利亚时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 到了那里不吃饭 也不喝水 因为被鲁归回之人所犯的罪 心里悲伤 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 被鲁归回的人 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 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 三日之内不来的 就必抄他的家 使他离开贝鲁归回之人的会 于是 犹大和汴亚敏众人 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 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 因这事又因下大雨 就都战惊 祭司以斯拉站起来 对他们说 你们有罪了 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 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 现在当向耶和华 你们列祖的神认罪 遵行他的旨意 理绝这些国的名 和外邦的女子 会众都大声回答说 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 其实百姓众多 要逢大雨的实力 我们不能站在外头 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 因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 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 凡我们诚意中 取外邦女子为妻的 当案锁定的日期 同着本城的长老和适时而来 直到办完这事 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 唯有亚萨黑的儿子约拿丹 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 并由米书兰和立位人 沙比泰帮助他们 贝鲁归回的人如此而行 祭司以斯拉和些族长 按着宗族都指明建派 在十月初一日 一同在座查办这事 到正月初一日 才查清取外邦女子的人数 在祭司中 查出取外邦女子为妻的 就是耶稣亚的子孙 约萨达的儿子 和他弟兄 马西亚 以利以谢 雅利 吉达地 他们便应许 必修他们的妻 他们因有罪 就献群中的一只 公民养赎罪 阴脉的子孙中 有哈纳尼 西巴蒂亚 哈灵的子孙中 有马西亚 以利亚 士玛亚 耶歇 乌西亚 巴什霍尔的子孙中 有以利约乃 马西亚 以什玛利 拿坦叶 约萨巴 以利亚萨 利位人中 有约萨巴 士美 基拉亚 基拉亚就是吉利他 还有皮塔西亚 犹大 以利以谢 歌唱的人中 有以利亚时 守门的人中 有沙龙 提莲 乌利 以色列人巴鲁的子孙中 有拉米 耶西亚 马基亚 米亚民 以利亚萨 马基亚 比拿亚 以兰的子孙中 有马塔尼 萨加利亚 耶西 亚迪 耶利墨 以利亚 萨土的子孙中 有以利约乃 以利亚时 马塔尼 耶利墨 萨利亚 萨巴 亚西萨 以拜的子孙中 有约哈南 哈拿尼亚 萨拜 亚勒 巴尼的子孙中 有米苏兰 马路 亚大亚 亚树 亚树 士亚 耶利墨 巴哈摩亚的子孙中 有阿底拿 基拉 比拿亚 马西亚 马塔尼 以萨列 宾内 马拿西 哈林的子孙中 有以利以谢 伊士亚 马基亚 史玛亚 西缅 汴亚敏 马路 士玛利亚 哈顺的子孙中 有马特乃 马达他 萨巴 以利法列 耶利买 马拿西 士美 巴尼的子孙中 有马戴 岸兰 乌易 比拿亚 比迪亚 基禄 瓦尼亚 米利墨 以利亚时 马塔尼 马特乃 雅嫂 巴尼 宾内 士美 士利米亚 拿丹 亚大亚 马拿底拜 沙赛 沙赖 亚萨利 士利米亚 士玛利亚 沙龙 亚玛利亚 约瑟 尼波的子孙中 有耶利 马塔提亚 萨巴 西比拿 亚代 约尔 比拿亚 这些人 都娶了外邦 女子为妻 其中 也有生了儿女的 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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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